今天聊聊iPad的风屏功能有多好用 视频有点长建议先收藏再观看哦 首先我们设置一下 点开设置 找到这个组屏幕与程序物 然后将这个多任务里边的这三项我们都打开 手指轻轻向上滑 可以掉出这个程序物 向下就可以隐藏掉 我们先打开一个软件 然后拖住另一个软件向右 当出现黑屏幕的时候我们松开 这个时候就实现了左右的风屏 默认是各占一半的空间 中间会出现一个分割线 我们左右拖动可以实现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的 当我们竖着的时候 可以实现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 当我们不需要这个方屏的时候 按住中间的这个分割线 向屏幕外拉出就可以 我们打开一个软件 调出程序物 然后按住一个软件向上拖动 这个时候出现透明的浮层 我们松开它 这个就实现了浮窗 按住这个浮窗上面 这个短短的小出现 我们可以左右拖动它 我们也可以打开多个这个浮窗 按住它下面这个长长的短线可以左右切换这个浮窗 也可以向屏幕外暂时可以滑出这个浮窗 当需要的时候再呼出来 当我们不需要浮窗的时候 我们可以向上推这个浮窗 然后像删除后台程序一样删掉就OK了 分屏和浮窗之间的相互切换 我们打开一个浮窗的时候 想将它实现为封屏 我们拖住上面这个短短的线 我们当出现黑色的时候 我们松开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封屏 然后我们长按住它 再拖动到它上面 有一些软件可以实现APP内的封屏 我们拖住上面的这个标签页 然后向右拉 这个时候就是同一个软件之间的封屏切换 有一些软件我们支持画中画的模式 比如我们打开这个百度网盘 然后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这个 它就实现了这个画中画的模式 这个时候我们便实现了一边画画 一边记笔记 然后一边观看视频 最后我们讲一下分屏软件不在程序物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打开一下这个软件 然后再关掉 它就会出现在分屏物中了 你学会了吗